我記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數字是介紹的嗎 其實今天我本來想穿白色的衣服的 因為我覺得我也很像天使這樣 因為我要傳訊一些正能量給大家 就是穿白衣服 可是我看了四點的選舉之後我覺得 黑色我也可以當道那我就穿黑色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深色 反正世界會變的啊 對 黑色會老大都能做總統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吃 我覺得我們就深色 對 我們就深色 我們就穿黑色 沒有 其實我想跟他講的就是 我每次在訪問的時候 大家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 這次的癌症你學會了什麼東西 可是人家很想聽你學 我說我學會了如何去珍惜 對 我學會了如何珍惜身邊的人 我學會了如何去跟家人相處 我學會了如何吃 我學會如何什麼 不是 這次的癌症我學會了 我應該買保險 這是沒有騙你們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這個保險 這藥保險我本來是沒有買的 我真的是沒有買的 我跟一個人拍戲 那個人是個保險代理員 他就每天很囉嗦的 一直叫我買保險 他從我在拍戲 就整天都叫我買保險 到我回家叫我爸爸說 而且我不相信保險 你不用跟我講保險 你不用不用不用 他是有我爸爸 他很有心的一直跟我講 神是送我回家 這麼好的 遠遠去哪裡找 你送我回家 吃死的 你不用講我 我為我感受了